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老蔡峰 这期咱们继续ZETA高达的剧情回顾 说起上回,莱拉小队在G30号卫星追击阿嘎马后 最终被驾驶高达Mk2的卡妙击败身亡 杰利特看着深爱之人死去,心中万分憎恶 而卡妙也因为莱拉的死变得有些异常 这一切都被一旁的艾玛中尉看在眼里 后来艾玛来到卡妙的房间,准备找他单独谈谈 通过交谈,艾玛深知是卡妙的New Type能力已经决心 然而卡妙却时刻否认,声称自己不是New Type 艾玛见状告诉卡妙,他曾经在G球见过阿姆罗 大约在两年半前,艾玛和同伴去美洲旅行 在美国华为明州首府下沿的一处豪宅遇到了阿姆罗 那时候的艾玛并不知道那个青年就是阿姆罗 虽然当时那个青年显得非常疲惫的样子 但却依然有着翱翔宇宙的梦想 艾玛也是来到阿噶玛号之后,才知道那青年是阿姆罗的 原来是贾迈坎的追击舰队已经追了上来 不过此时的阿噶玛号已经到达月球表面 他们决定假装朝着格纳纳达的方向而去 失踪目的地是奥古在月球的根据地安曼 贾迈坎让杰利特驾驶加里波里Beta出舰 前去确认阿噶玛号的潜伏地点即可 可杰利特为了替死去的莱拉报仇直接开战 阿噶玛号派出卡妙和科瓦特罗出舰御敌 苏格回合后,科瓦特罗的利克迪亚斯被树台MS牵制 杰利特则是将卡妙的Mk2赢到了地形复杂之地 随后二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生死较量 这次幸好科瓦特罗即使救场,卡妙才逃过一劫 Mk2的光束步枪和右腿都被严重损毁 阿噶玛号立马让维修人员对Mk2进行修理 不久后,贾玛坎的追击舰队在格纳纳达着陆停住 他们准备在这里进行一次补给对付阿噶玛号 阿噶玛号则是顺利回到了奥古的根据地安曼 科瓦特罗前往格纳纳达并回到了他的老家 看着自己与妹妹的合照,让科瓦特罗陷入沉思 就在此时,一个名为齐格兰的人前来找到了他 此人是阿纳海姆电子社与科瓦特罗的传话人 阿纳海姆电子社是地球圈最大的综合性军工企业 也是奥古组织背后最大的金主 齐格兰知道科瓦特罗的真实身份就是夏亚 他这次前来是将月球现在的情况进行告知 并且发现了一个名为阿克西斯的组织蠢蠢欲动 至于阿克西斯这个组织,后续剧情会详细去讲 齐格兰还告诉了科瓦特罗,格里普斯正在移动 格里普斯就是青森诺亚二号 二人谈话之际,奥古金主质疑吾王立来信 武王让科瓦特罗去约定地点见一面 第二天,科瓦特罗准时准点地到达了约定地点 阿格玛和舰长汉肯伪装成店员的样子也来到了这里 他们一起进入房间见到了武王 众人这次是商榷,讨伐地球联邦总部加布罗的作战 科瓦特罗一直反对进攻加布罗 第一是因为奥古的兵力与联邦相差甚远 第二是,破坏加布罗的行动会造成地球污染 第三是,地球的中立影响让奥古很难全身而退 他觉得率先忌讳格里普斯才是重中之重 但武王认为,这样做治标不知本 不把联邦总部毁掉,就会出现更多的格里普斯 况且奥古已经与地球的支援部队卡拉巴取得联系 有了卡拉巴部队的支持,胜算将会更大 科瓦特罗见高层门心意一决,也只能服从命令 卡玉和艾玛这边正在基地附近执行巡逻任务 途中却遭到了提坦斯的卡克里孔小队埋伏 卡克里孔对艾玛抛弃提坦斯去往奥古很是不满 他打算究竟处决这个叛徒以解心头之恨 双方在追落月球的殖民卫星废墟中展开枪战 卡玉在交战过程中,捡到了阿姆罗的机器人哈罗 最终卡玉和艾玛二人驾驶车辆逃离了废墟 地球这边,雷克亚已经潜伏到了加布罗附近 他发现40多艘运输舰和大型舰离开加布罗去往别处 正当他思考原因时,被巡逻的联邦士兵发现 好在一个身着白色西服的记者出现,救下了他 此人正是原白色基地钢加龙驾驶员凯西登 凯告诉雷克亚,此时的联邦总部正在从加布罗转移 雷克亚得知情况后,必须将这个重要情报报告 不然阿古袭击联邦总部加布罗就会落到一场空 雷克亚想要联系大伙,必须回到太空舱才行 可现在的他要回到太空舱需要4天时间 凯听闻后,建议雷克亚利用加布罗的通信设备 于是二人打算天黑之后偷偷潜入加布罗 阿卡玛号中,卡米尔将带回的哈罗进行维修 入迷的他将全员集合的命令充耳不闻 艾玛见状,直接给了卡米尔一耳光让其服从命令 卡米尔声称自己还未参军并不是军人 艾玛之后强行将卡米尔带到了集合地点 迟到的卡米尔直接被金主武王一顿修正 卡米尔想要反击,那和武王身手不错 叫陷了卡米尔一顿 这次集合主要是为了测试新型机动战士百世 这台金色机体将成为科巴特罗上位的专属机动战士 与此同时,提坦斯的卡克利空小队来到了安曼 他们恰好遇到百世离开基地,去格纳纳达测试 于是他们将情报报告了亚历山大号中的贾迈坎 此时的贾迈坎正在接受阿纳海姆电子社的补给 得到了数台高杂古加强型机动战士名为马拉赛 阿纳海姆电子社为提坦斯提供补给处于政治目的 因为他们还不想与提坦斯撕破脸硬碰硬 科瓦特罗小队这边打着测试摆设的旗号 实则是前往格纳纳达去抢提坦斯仓库的战舰 这些战舰将用来运载突袭加布罗的机动战士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提坦斯根据地中展开的作战 在高性能的机动战士威胁下,提坦斯人员迅速投降 不过还是由少部分成员进行反抗,双方进入枪战 卡米尔也体会到了真枪实弹的激烈战斗 卡克里孔这边将阿格玛号的重要机动战士离开了母舰 于是他带着部下驾驶高扎古袭击了阿格玛号 留守阿格玛号的艾玛驾驶立刻迪亚斯迎战对手 然而仅凭他一人之力根本无法战胜对方 他的危难处境让身在格纳纳达的卡米尔感应到 卡米尔找到科瓦特罗并告知此时的艾玛有危险 本身就是LUTEP的下跃,深信卡米尔的感觉是准确的 于是让卡米尔驾驶高达Mk2回去支援艾玛 为了抵御卡克里孔的攻击 赫克让阿格玛号出击 一个原因是他不想让对方摧毁阿曼基地 另一个原因是他想要支援他心已已久的艾玛 然而在激动战士超强的激动性能面前并没有多大效果 卡米尔的即使出现让艾玛逃过一劫 艾玛以为卡米尔又不服从命令私自归来 毕竟格纳纳达的作战任务还没有结束 卡米尔告诉了艾玛原有 才让艾玛没有对他进行修正 艾玛得知情况后对卡米尔表示了感谢 事情告一段落后 阿格玛号准备离开月球去往加布罗 贾迈坎让卡克里孔带队前去阻止阿格玛号 他们驾驶的正是安纳海姆电子社提供的机动战士马纳赛 杰利特也被编入到了卡克里孔小队进行作战 他们来到艾曼吉利港口处发动攻击阻止阿格玛号 汉给派出马克兔和白士以及舒台机动战士进行抵抗 卡米尔被卡克里孔和杰利特联合引到了一边 面对两台马拉塞的轮番攻击 让卡米尔无法应对 关键时刻 武王驾驶采决用的跳蚤机动战士救下了卡米尔 在武王带领的跳蚤机动战士部队数量压制下 成功抵御了对方攻击 阿格玛号趁机冲出港口进入航道迅速离去 白士和马克兔健壮立马回到母舰一起离开 他们刚走不久 安曼的港口就被炸毁 卡克里孔深知 已经失去了击毁阿格玛号的机会 他只能带着突击小队回到亚历山大号继续追击 离开月球的阿格玛号朝着地球的方向而去 由于阿格玛号并未与莱拉取得联系 所以他们接下来的任务还是进攻联邦总部加布罗 不久之后 阿格玛号检测到了丹底讯号救生艇 卡米尔听闻救生艇名字之后 确定是布莱德舰长的舰艇 阿格玛号派出科瓦特罗和卡米尔前去救援 没想到他们遇到了一台从未见过的机动装甲 这台机动装甲名为梅萨拉 是一台可变形机动装甲 驾驶梅萨拉的是帕布提马斯·希罗克 希罗克奉巴斯克上校的命令 正在追击布莱德等人 关于希罗克的介绍 在后续激情中会详细去讲 为了营救布莱德等人 马克兔和白士与梅萨拉开战 酒精沙场的科瓦特罗 竟然被对方的压迫感压制 在马克兔和白士的帮助下 单对讯号救生艇获救 布莱德带着众人登上了阿格玛号 并对阿格玛号的救援表示了感谢 卡米尔这次救了自己的偶像 非常高兴 就在他想多与布莱德聊几句时 花直接扑向了他 原来自从卡米尔从提塔斯 偷走马克兔之后 在青森诺亚与卡米尔有关的人 都被巴斯克抓了起来 布莱德为了救下众人 才离开了青森诺亚 途中还被巴斯克派出的人员追击 十分狼狈 如今花的父母 还在巴斯克手中生死未捕 卡米尔听闻后 对巴斯克的憎恶又增添了几分 布莱德登上阿格玛号后 便加入了奥古 暗肯舰长将阿格玛号 交给了布莱德指挥 临别之际 暗肯舰长找到艾玛专门做了告别 不过他始终没有将对艾玛的 爱慕之意传达 布莱德舰长接手阿格玛号后 成为了这次作战的总指挥 阿格玛号带领舰队 朝着联邦总部加布罗进发 这些情报 都被卡克里孔的机动战士小队掌握 他们决定在对方进入大气层的时候 发起总攻 想要将阿格玛号等战舰 击毁在大气层外 一段时间之后 奥古舰队便来到了第九圈附近 就在他们准备突入大气层的时候 遭到了袭击 原来是希罗克 封命前来阻止奥古的机动战士进入地球 艾玛驾驶的利克迪阿斯 率先遇到了梅萨拉 面对实力强悍的可变形机动装甲梅萨拉 艾玛被压制 希罗克将梅萨拉变形为机动战士形态出击 瞬间就将艾玛的利克迪阿斯 削掉了一只手臂 卡玛驾驶高达Mk2大型飞行装甲营救艾玛 这套飞行装甲 是后期ZETA高达的飞行装甲的试作品 它可以代替隔热散突破大气层进入地球 也可以当作飞行器 提高机动战士的机动性能 科瓦特罗趁机找到艾玛 让他立刻回阿格玛号 自己则是与卡玛一起对付希罗克 希罗克也感受到了科瓦特罗散发出的压迫感 就在此时 卡克里孔和杰利特带着机动战士小队出现 希罗克不想被地球的引力吸引到地球去 所以他将此处的作战交给了卡克里孔的机动战士小队 卡克里孔小队 由两台马拉赛和舒适台高炸鼓组成 卡克里孔和杰利特驾驶的马拉赛找到了卡玛 他们决定在这里心仇旧恨一起算 然而双方的战力相当 战斗也一直相持不下 最终到了突入大气层的最后时刻 也没连分出胜负 双方还存活的机动战士 都基本已经打开了格勒散 但卡克里孔和杰利特 仍然对卡玛穷追不舍 就这样 二谷的机动战士小队突破了大气层进入地球 他们朝着亚马逊和上游的加布罗而去 与此同时 加布罗这边已经到了转移的最后阶段 而雷克亚和凯被联邦军抓住 被关在了监狱中 这也导致奥古始终没有收到联邦军总部转移的情报 而且奥古并不知道雷克亚此时就在加布罗 他们依然执行了讨伐加布罗的任务 加布罗还为来得及转移的兵力展开了防御 科瓦特罗率领机动战士小队 一起进行了激烈战斗 卡玛在途中遇到了老燕家杰利特的攻击 杰利特在地球上作战有着绝对的优势 毕竟他先前就是在地球上进行训练和战斗的 好在科瓦特罗驾驶百事前来为卡玛解围 随后他们便一起朝着加布罗入口处而去 此时的加布罗已经被奥古的机动战士小队完全压制 这让科瓦特罗觉得十分蹊跷 他认为加布罗的防守不应该如此薄弱的 于是他找来被俘虏的联邦军官进行盘问 这才知道是联邦总部已经从加布罗转移 并且得知联邦还在加布罗地底下买了两颗核弹 而且核弹将在一个小时之后被引爆 谈论之际 卡玛依靠六泰普的超强感知力 察觉到了被联邦军囚禁的雷克亚和凯救在此处 可途中却遇到杰利特加神马纳赛前来阻挠 卡玛击败杰利特后继续找醒雷克亚的位置 科瓦特罗这边确认了地下雨核弹后做出了决定 他让所有人乘坐缴获的两艘运输机离开加布罗 其中包括那些被俘虏的联邦士兵和军官 然而卡玛却迟迟迟会出来 科瓦特罗很担心 于是他驾驶百事再次进入加布罗去找卡玛 杰利特在逃出时遇到一辆抛锚的军车 他修理好之后带着受伤的联邦军人逃了出去 卡玛这边在加布罗深处的监狱找到了雷克亚和凯 他破坏了监狱门锁后将二人救了出来 最后科瓦特罗驾驶百事赶到将三人带立了加布罗 杰利特这边赶上大部队时联邦军正在撤离 可由于运输机被奥古抢走只剩下最后一架 杰利特深知想要逃命就只能不讲武德了 最终加布罗在两颗核弹的爆炸中沦为了废墟 科瓦特罗的两艘运输舰在途中遇到了损人小林 他正是原百四基地钢坦克的驾驶员 如今效率以卡拉巴组织 在损人的引导下众人又将何去何从呢 预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我是老蔡峰 我们下期见